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NICOLE 今次要跟大家說一聲Sorry 因為非常抱歉剛剛上載了SHF的龍珠 橘子魔童開箱 我發現檢查片時少了一段 我們今次真的太不小心了 我真的太心急想讓大家快點看到大戰波和海箱 所以少了一部份 我們現在不如看那小小的部份 再次跟大家說一聲Sorry 希望大家原諒我 我們就看看結尾是怎樣 去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姿勢 以我僅餘的物資資源 就放回兩個差不多的戰鬥姿勢給大家看看 就這樣看呢 我自己就真的好像剛剛所說 舊版的邪氣和霸氣比較厲害 而新版就比較有資訊 因為比較有鬆容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都覺得覺得適合 沒有說哪個版本好一點 因為不買 我都買了兩個版本我都擁有了 我建議如果你找到舊版 大概300元左右 我就覺得很值得可以商入 混亂玩也可以 如果只是一個新版來講 就好像有浪費了一點 因為始終它的配件都不算太多 不知道大家真的喜歡哪個更多 可以留言和告訴我 同樣地我們都很近 讓大家看看它的形態 其實真的是 顏色上的對比為主 我覺得這次 好了 記得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些 即拍即買即開箱的影片 大家給點支持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才看吧 請請給大家 我一定要的 我會想試一下 千萬 incentive